做好有情有义的好人 不仅代表着个人品质 更象征住价值观和生活的态度 以其善良的本质和对人的关爱 而在人们心中获得了尊重和敬爱 永恒的追求 可以提升人格 还能改变命运 要对人充满爱心和同情心 对家人的关怀上 也体现在朋友的关注上 分享幸福和成功 能使快乐加倍 试着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困境 对他人表现出关心 体贴和宽容 发展善良的心 待人亲切友善 用温暖的态度对待他人 培养善意的言辞和行为 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人的友善 主动帮助他人 寻找机会主动伸出援手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通过关怀他人等方式来提供帮助和支持 遵守道德和正义 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 追求正义和公平 在面对诱惑或道德困境时 坚持选择正确的道路 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培养互相尊重 支持和理解的关系 与他人分享快乐和困难 并乐意提供帮助和支持 持之以恒 始终保持对有情有益的好人的追求 无论面临什么困难和挑战 都坚定地坚持善良和正义的原则 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 并努力改进 不依善小而不为 我们可以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成为有影响的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 有情有义的好人 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贡献自己的力量